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本期故事又发生在加瓦版中 两人的住所坐落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区域 起初两人游玩的一切正常 玩家和Deeam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着 突然玩家的周围开始发生一些异常现象 刚刚玩家在朝下挖掘时 一声声怪象传出 我们大家再听一遍 这是什么声音 而且伴随着怪象响起的同时 左上角的聊天框内弹出了一条红色的消息 这是什么 玩家立刻察觉到这不对劲 于是他赶快通知了朋友Deeam Deeam让玩家来地面上找他 玩家赶快上到了地面 此时外面的雪仍然在下着 但是两人很快便发现了新的异常 那就是屋顶的这片区域 始终没有积雪 这是怎么回事 并且他们在顶部这片区域种植的树上 也没有积雪 What 为什么会这样 这让二人感觉很不妙 两人讨论了片刻后 觉得这可能是游戏的一个小故障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随后玩家便再次返回矿道中去挖矿去了 玩家又在这里挖了十几秒钟后 周围又开始传来奇怪的声音 这种声音特别的巨大 而且很嘈杂 这是什么声音 声音很快便停止了 但是随即左上角消息框又弹出了一个红色的消息 岩浆 What 这是什么意思 玩家迅速地又返回了地面 地面上依旧没有积雪 玩家询问朋友 是否刚刚听到了那奇怪的噪音 但地幕表示自己什么也没听到 那这就奇怪了 随后 玩家又在附近选了一片区域 准备搭建一个地面上的住所 玩家需要赶在天黑之前将这搭建完毕 可搭建了一会儿 突然左下角又弹出了一条消息 来我这儿 What 谁在说话 玩家下意识地看向了不远处的红石块 是那些红石块在说话吗 因为弹出的消息是红色的 而那些红石块也是红色的 玩家赶过来查看了一番 随后又下入到了矿洞中 这次他跟朋友蒂姆 又来到了之前挖掘的矿道 挖了两下后 前面是一出断崖 两人没想到还竟有意外收获 玩家们打算去更深的深板岩层探险一番 可下来后没多久 那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岩浆的声音 这声音依旧短暂响了片刻后就消失了 玩家觉得大概率就是岩浆内部发出的声音 此时玩家想起了之前消息框出现的消息 来找我 这里的来找我 会不会就是让玩家二人来这里 随后玩家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更大的岩浆池 刚下来 那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此刻玩家很坚信 这声音就是岩浆内传来的 但是为什么这声音一阵一阵断断续续的 玩家与Deeam商量了一番 两人迅速会合 决定对这里好好探索一番 很快玩家还在这里找到了紫水晶洞穴 并挖掘了许多钻石 这一波真是太肥了 两人随后又在这里探险了一段时间后 玩家不经意间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泥土块 What? 泥土块? 正常情况这么深的地下是没有泥土块的吧 这是谁放着在这儿的 Neeam表示不是自己 那也不是玩家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沐影人搬运过来的? 但是两人对附近查看了一番 连一个沐影人的身影都看不到 两人又在这待了一会儿后 便返回了地面 可上来后没几秒钟的功夫 周围再次响起了那熟悉的声音 响了一会儿后就消失了 两人随后入睡度过了黑夜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便各自忙碌 就在玩家忙碌时 突然消息匡再次弹出消息 热量在上升 What the hell?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两人都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两人在地面上又待了片刻后 便再次下入到了地下 又探险了十几分钟后 那奇怪的岩浆滚动的声音 没有再响起 两人随后便再次返回了地面 玩家此时站在住所内忙碌 突然这时消息匡又弹出了一条红色的消息 热量正在上升 此时玩家迅速走出住所 拿出了望远镜查看 不经意间他看向地幕的方向时 他发现地幕所占的红石块出现了异常 里面似乎有东西 地幕此时正在红石块上 玩家赶快让地幕看看里面是否有东西 地幕表示自己看不清楚 但是他能感觉到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这也太离谱了 里面到底有什么 红石块里面是岩浆 玩家记得很清楚 什么东西形容在岩浆里面 尸足兽 猪灵 两人站在红石块上 观察着里面的情况 观察了一段时间后 玩家决定将红石块挖开看看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这不挖不要紧 地幕刚一挖开 一个身影赫然出现 这 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去 看起来像是某种生物 玩家拿着望远镜观察了一段时间后 决定进去看看 玩家小心翼翼地靠近 接着又挖开了一块红石块 随后又陆续挖开了这些红石块 随即 一个酷似寻生守卫的生物出现了 这家伙下一秒 便顺着岩浆上升到了红石块顶部 接着玩家二人 瞬间被传送到了一片岩浆池中 随即咯屁了 这片岩浆池好熟悉 大家还记得吗 而刚刚那个生物是什么来头 是熔岩寻生守卫吗 如果你在金安板中看到这种村民 请不要拿他们的东西 本期 玩家与蒂姆又在金安板MC中开了一局生存 视频的开始 玩家正拿着望远镜观察着朋友蒂姆周围的情况 两人在一处山脚下搭建了他们的基地 起初世界内一切正常 玩家与蒂姆正常的忙碌着 但很快 一场现象就开始发生了 当玩家又跟着蒂姆准备穿过他们开凿的百米隧道时 突然玩家察觉到了些许不对 他本能地后退了几步 随即下一秒 他们搭建的木桥就被炸了 什么情况 这下面是有TNT吗 不对呀 朋友蒂姆表示 搭建的时候根本没有放TNT 连压力板都没有 是怎么会凭空爆炸的 玩家觉得这很诡异 此刻朋友蒂姆也感觉有些不妙 两人开始讨论 还要不要继续穿过隧道出去探险 两人犹豫了片刻后 玩家决定还是继续穿过隧道去探险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隧道的另一头 我们可以看到 不远处就是一片村庄 而左侧 我们能看到一个废弃的传送门 两人说着 就打算前往前方的村庄看看 可刚下来 玩家二人便在草地上发现了一些惊念球 What 什么情况 并且很快周围的天色就暗了下来 眼看了马上就要进入黑夜 玩家二人迅速地放置了木床 并入睡度过了黑夜 填亮后 两人决定继续去探险 两人打算先去左侧的废弃传送门看看 随后再去不远处的村庄 过来一番搜刮后 玩家拿出了望远镜 看了看前方村庄的情况 里面静悄悄的 连一个村民的身影都没看到 奇怪了 这大白天的 村民们都躲在住所内不出来干嘛 两人非常的好奇 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就来到了村庄内 过来后 玩家二人在村庄发现了羊羊羽牛牛的身影 但是他们在村庄转悠了一番后 还是不见任何村民的身影 什么情况这是 并且两人对这里的村民房屋都进行了一番检查 村民们也都不在屋子内 奇怪了 并且更加离谱的 并且更加离谱的是 玩家刚刚在用望远镜观察时 好像看到了猪猪在倒着走路 What 这 而且村庄还凭空出现了一匹与这里格格不入的马 这看起来不像是自然生成的村庄 就像是有人故意在这里搭建的一样 两人又对村庄进行了一番地毯式的搜索 令玩家意外的是 下一秒 他便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村民的身影 这很明显是一个小村民 随即下一秒 这个小村民就消失在了玩家的视野中 他自无发觉了玩家在注视他 这瞬间让玩家提起了兴趣 毕竟两人找了半天 终于发现了村民的身影 此时世界内的天色又再次暗了下来 玩家准备追过去查看时 突然下一秒 恐怖的一幕就出现了 What 刚刚那是什么 让我们放过画面再看一遍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什么东西跑进了旁边的屋子内 像是村民 但是他的脸看起来极其的诡异 两人随后迅速入睡 度过了黑夜 天亮之后 玩家二人再次发现了诡异的一幕 那个成年村民的身影 但是他的头上似乎有blood 而且那个昨晚出现的小村民 就站在他身边不断的奔跑 但两人毛骨悚然的是 这个小村民的样子也很恐怖 玩家正思考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下一秒 这个小村民就朝着玩家跑了过来 玩家被吓得都快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这太离谱了 玩家与蒂姆随之本能的开始远离 两人站在不远处 通过望远镜观察着那两个村民 那个成年的村民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但小村民却异常的活跃 他正在不断的奔跑 似乎在寻找什么 此刻玩家与蒂姆是既紧张又好奇 两人站在远处又观察了一会儿后 朋友蒂姆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试图去敲响村庄的钟 看看会发生什么 玩家总觉得这样做不太好 果不其然 下一秒 那个成年村民竟然动了起来 并且正在朝着玩家二人靠近 玩家与蒂姆本能的开始逃跑 两人跑了一会儿后 那两个古怪的村民并没有继续追过来 于是两人决定继续返回去看看 不过这次两人并不打算进入村庄 而是站在旁边的一处滚门行的平台上 查看了下方村庄的情况 当玩家再次拿起望远镜查看时 他发现村庄的房屋门都被破坏了 此时时间内的天色又进入了黑夜 两人迅速放着木床入睡 但刚睡醒 玩家便听到了村民的身影 就好像他们已经来到了玩家二人身边 玩家没有犹豫 迅速叫着蒂姆开始逃跑 两人朝着基地的方向狂飙 但是这一路上仍然可以听到村民的声音 什么情况 但跑着跑着 下一秒回头 蒂姆不见了 玩家赶快询问蒂姆在哪 蒂姆说那两个村民在追着自己 自己已经迷路了 很快左上角提示 蒂姆嗝屁了 是从高处摔落嗝屁的 很快蒂姆就在住所重生了 两人之后躲在住所那一时不知所措 突然下一秒周围便开始响起了怪响 这声音玩家二人从来没有在MC中听到过 并且随后开始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玩家抱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心 小心翼翼的朝着屋门走去 开门的一瞬间 果然是他们来了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